新冠肺炎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还没 立竿见影 向来积极推广本地水果的联邦农业销售局表明 作为我国享誉国际的果王之王 猫山王 出口贸易还没受到太大影响 并且有信心 今年往中国的出口额依然能够达到5000万令吉的目标 联邦农业销售局主席伊斯哈 今早在首都出席活动 受媒体询问时指出 猫山王季节一般落在每年7月到9月 因此当局预计到了那个时候 新冠肺炎疫情逐渐缓和 国王之王就能够再次在神州市场大展拳脚 新冠肺炎疫情逐渐 农业销售局放眼 今年猫山王到中国的出口额 可创下5000万令吉佳季 比去年3000万还要好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ïFM